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就是大家熟悉的灵灵子啦 换造骑士不在家 今天是灵灵子带你开箱啦 观众期待的极限战士 见尾老兵 这次可是新鲜出炉的哦 同样来自装传岸员 可能就有小伙伴问了 怎么又又又是极限战士 哎 小伙伴们不要着急哦 后面我们将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套装 至于是哪只战团呢 小伙伴们懂得都懂 懂得都懂啊 把期待的战团名字发出来吧 回过头来看今天的魔玩呀 战团核心 华丽的剑尾老兵 剑玉盾的艺术 哎 我们称号咋这么多呢 相比其他极限战士 肯定是有不一样之处呀 从上到下浑身都透露出强者的气息 摘下头盔 那你 居然不是光头 这不科学 剑尾老兵是原著星际战士的战团一连老兵 作为战锤40K中的强力兵种 装备着更加精致厚重的动力装甲 剑尾老兵的整体风格 有着浓烈的骑士风格 剑与盾的完美结合呀 全身装备更是精华 小队三人 全员都有 大师急动力剑 气势磅礴 风暴盾 金灿灿的立场发生器 本离子手枪 火不过热 等等 搞错了 这个只有军事哟 一眼看过去 就知道老大哥是谁了吧 没错 就是红色头盔的军事 自带官方小卡片介绍 等等 军 是 欺负玲玲子不认识是吧 虽然说是小卡片无伤大雅 但职位都给人打错了啊 是军事 军事啊 哼 先说老大哥 一眼看过去的肯定是就是大大大大 大盾牌了 风暴盾上叠满圣洁印记 Buff叠满 动力剑也是随时可以装入拔出 非常方便 胸前的红色护盾和右腿也都有圣洁印记 嗯 右边肩甲的 这是做旧痕迹 这么看怎么这么像放在地上弄脏了啊 手臂和腿部也是全新样式 有骷髅以及金色苗边 增加了涂装装饰 也丝毫不会对可动性产生影响 还是非常好的可动性了 不过这次的前片折挡是一体的 哎呀 不好改造Diy了呀 这该如何是好呀 其余两位建卫老兵则是白色头盔 白色头盔一眼过去也都是非常有特色 自带黑色眼影啊 红红的眼睛 大大的疑问 左边的这位老兵 圣洁印记也是非常多 胸前的蓝色护盾和爆弹手枪上都有 不愧是战场老兵主要就是腰部挂剑有所不同啦 而右边的这位老兵看起来更加简约一些 只有盾牌上和腰部有圣洁印记 胸前是经典的丢团标志 不过这位大哥 倒是 光头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啊 嗯 甚至配了枪套却不单独配枪 哎 过分了哦 真正的强者 根本不信用枪 直接动力剑扛起来 不敌了啊 这样的三位老兵 互相搭配起来真的非常帅气了 确实不愧是剑与盾的艺术 感觉是最近开箱过的极限战士中 最帅气的一款哦 也是灵灵子最喜欢的一款哦 整体质量也堪冲最佳了 以上就是本期战锤40K剑尾老兵的开箱分享啦 这里是灵灵子 带你玩魔玩 不定期分享魔玩开箱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拜拜